郭導演你好,這次相信台前文學非常期待,籌備了多久? 其實故事想了起碼超過十年, 後來有個機緣巧合把故事講給何超輝聽, 我都覺得他應該很適合做這個角色, 你問我好像真的為他量身訂做, 所以就一路談下去,籌備了兩個多月, 其實就是很多年前有個朋友,他是法師, 他就告訴我,他現在在修行做功德, 我說你的修行功德是什麼? 他說要撿一些垃圾, 我問為什麼要撿垃圾就是修行功德? 他說原來很多死於非命, 或者突然間死那些人, 就在死那一刻, 他的三雲七拍, 或者某一部分的雲某一份的拍, 就會依附在他身邊最近的物件那裏, 他就說是需要撿回他們回來, 希望盡量超渡, 還回那個雲或者還回那個拍, 讓他們整體可以輪迴, 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, 我馬上整個腦都很有畫面, 一個撿垃圾的人, 原來是一個法師, 在幫人超渡, 我就馬上想起, 如果有電影有這樣的角色, 至少我自己都想看, 是呀, 我自己都很久沒有自己編一個故事了, 今次都要出關了, 現在開始了拍的嗎? 剛剛開始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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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問我, 一定是, 就是講過何超減家裏面, 你眼睛看到, 其實是一個拾謊者, 你們東張西漢應該都經常訪問, 就是那些整個垃圾那些, 慘不忍到, 他家裏就是這樣, 但是我會有一個鏡頭交代, 他裏面全部都是靈魂殘肢, 這個鏡頭我相信會很震撼, 也是我們這部電影花得最多錢的一個鏡頭, 那超減家裏面很多都是三級的, 那你身體的程度呢, 為了各身病毒? 我就是不要去三級, 是呀, 就是我說, 之前那些有幾爆的那些, 大家都看過的, 是呀, 包括他的造型, 那樣東西, 那我說, 我們還原真實些, 接近我們的生活, 是呀, 因為我們都真的經常見到很多拾謊者, 是呀, 還有垃圾在我們身邊, 經常都會出現, 那不如我們拍一套, 不是三級的恐怖片, 是呀, 是呀, 那這次你拍的恐怖片, 大家很期待, 這幾年有沒有都看著, 恐怖片的那個trend, 看看現在那些恐怖片, 很多人都說, 想我回來拍, 那我也真的很多年都沒有在香港, 特別在香港, 全套在香港拍, 應該是繼寵愛之後, 即是袁文樂Staffy那套之後, 我都沒有在香港拍過一套戲, 即是完整拍一套戲, 那我自己都期待的, 是的, 對我來說, 你說有沒有改變, 就沒有什麼改變, 我相信喜歡看恐怖片的人, 那些觀眾是沒有離開過的, 不過就是, 誰拍給他看, 他有沒有興趣的, 是的, 在香港可以去拍, 看內地市場, 為何消化了這件事? 沒有, 我們這套就不考慮內地市場, 即是我回來拍, 拍就禮真的了, 現在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, 所以回香港拍? 是的, 的確是, 即是, 自己都很久沒有認真去寫一個故事, 拍一套鬼片, 恐怖片, 那我說, 如果我回來拍, 我就都是, 我先滿足自己先, 是的, 為所欲為的了, 那這個預算多了嗎? 超義是沒有下的鼓足你? 那沒有, 沒有這樣的事, 都是要拍戲, 都是要看預算的, 但是的確, 鬼片恐怖片來講, 是中上的一個預算來的, 是的, 有些效果, 有些鏡頭, 是的, 當然我都會問, 喂, 其實這個鏡頭可以不要的, 如果我的預算不夠的話, 不過就, 就很緊要的, 對你來說, 他通常怎麼回覆你呢? 他還沒回覆我的, 他還沒回覆我, 那我, 拍了照? 亦都拍不到, 我現在在想怎樣開場辦, 是的, 是的, 我都是為他好的, 最貴的場景是哪一個呢? 用了多少錢呢? 大約? 我們說一個鏡頭, 一個鏡頭? 我們已經算出來的了, 是50萬, 還是一個鏡頭? 是的, 是的, 我都要想怎樣說才行呢? 我未講的, 未講的, 他看劇本是知道有這樣鏡頭, 但不知得那麼貴, 是的, 我們就放了在最後那天才拍的了, 總之, 大家都想拍一套好的電影而已, 但這次回來大國產, 你覺得那些電影, 會不會是很多好朋友, 是一輩子拍的, 我覺得很支持你呢? 我當然是, 是的, 這個我覺得是, 是一個感恩, 加上之前自己有些問題出現, 大家都說, 哇, 你回來就好, 是否要幫忙呢? 我覺得都是日間有情的。 現在拍劇, 都通宵大膽, 家裏方面, 怎樣去兼顧照應呢? 你說, 我家裏? 我拍電影的時候, 她姐姐會照顧她, 是的, 現在的情況如何呢? 都是在搏鬥, 每一天都在搏鬥,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, 新到病死, 是的, 會不會因為情況好轉, 都令你安心出來, 可以開始接拍戲? 當然是, 會的, 會的, 是的, 現在的那個, 經濟問題是怎樣的? 有戲拍, 有工作開就OK的了, 剛剛之前, 不知為何是, 想著有, 突然沒有了, 那段時間很混亂, 不知為何, 不要緊, 都過去了, 是的, 現在是個新公安錄的, 是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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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有沒有都有些朋友跟你說, 叫做專心拍戲, 登記無故之休, 是的, 那電影就很難無故之休, 是的, 都是一個不穩定的工作, 總之, 老婆在當下, 每一天都做好它就可以了, 那, 那, 最簡單的時候, 有沒有一些圈樽的, 或者接隔音樂, 對你有些支援, 是的, 我之前講過, 我就不講了, 是的, 之前多謝了, 就可以了, 心結方面, 還是有support你? 他現在還在, 還在拍劇, 是的, 是的, 謝謝你,